香港瑜估道院的道德经大碟工作进行如火如荼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道长来到当中去听我们的混音工作 首先第一位大家都很认识的香港瑜估道院法事部主任林志雲道长 你们好 另外一位来自大树夏天后古庙的坑语学家朱铛辉道长 两位道长你们好 福手好平 我知道两位在来听我们的混音之前 朱道长其实未听过我们的歌 其实来之前会不会对我们的歌有什么期望 或者会不会有些想法觉得我们的歌是怎样的 未听之前我觉得会不会像宗教派的诗歌 或者有些音乐比较文静 或者是听上去有些人想睡觉的感觉 有点闷的 我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听了就有另一种想法 是的 我知道刚刚两位道长 就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的混音工作过 很多首歌他们都听过了 其实听完之后会和当初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就是说有些 比如看哪一章 有些听你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比较适合年轻人听 因为音乐船里面都比较年轻人接受到 有些 比如有首歌 有些音频 原来听那些师傅告诉我们 音频有分年龄界别的 有些人 比如假如他有滥用药物 应该听不到 听到那些正常来说 可能他是没有这种习惯 可能代表有机会就是好像 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去滥用药物 那这个方法都可以证明他有没有滥用药物 是 测试得到 是的 不需要用科学 这样也可以 那还有我感觉上就是说 被人听的感觉就比较舒服 那还有有些音 有某一首歌听上去就好像有些音乐治疗的效应在 还有当些人 比如说很不开心 或者一些东西想不通 那不需要用其他东西去发泄 或者去麻醉自己 可以利用这些音乐 可以让他感受到就是说 将那样东西去放进这些音乐里面 还有这些经里面的经文 因为他有很多经文是根据里面的经文去表达出来 是的 还有很容易被人知道 他很容易记得他那些里面的字啊 意思啊 在表达什么 没错了 那还有不会有些人这样说 说很满啊 嗯 道德经很满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那用歌的表达来说 很容易记得一点 嗯 林导长呢 听了这些歌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我听到这些歌之后呢 都觉得是 对这个时下的青年是很合用 嗯 能够将我们道家里面的 所有的道学里面的 的文章唱出来 嗯 让他们能够容易一些去吸收 嗯 知道了做人的道理 和各方面的东西 这个是一件是好事来的 嗯 那么我提醒一下 朱导长所提到有一首歌呢 就里面有一些的测试 给青少年听了 会知道他们的身体机能是怎样的 其实那一首呢 就是我们的第22张歌曲 而我知道当中 林导长其实都是在参与其中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当日录音的过程是怎样的 有没有一些花碎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因为我都是没试过这样的录音的 那么最初呢都是有一些怯场 嗯 那么后 后后呢就是经过各位道长的鼓励 都终于是可以成功录了出来 林导长太欠了 那天林导长表现得很好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的花絮的话呢 应该都看到林导长的样子的了 那其实未来呢 香港原识导演都会推出很多不同的音乐 除了可能《道德经》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都会有 两位道长会不会对一些歌曲的话 希望加些什么新元素下去呢 或者对一些歌曲会不会有一些期望呢 其实我觉得《道德经》里面呢 其实《字》里面呢 我想起码有五千字的 那如果 现在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 有些偶像唱这些歌 那些歌词呢 很难记得的 他立即背出来 如果能够《道德经》里面 那么多首歌里面 因为他拆散水来这样唱的嘛 那如果记得了的话呢 我想相当之不错 还有这也是他的 是他的补负来的 希望是里面有九宫灰星 有罗洛图 那我相信里面可以 令到他心灵律上有健康的思想 有正面的教材 我想相当之不错 如果他们是浪浪上口的呢 虽然很多人听《道德经》 就算是我们去读《道德经》 初初我们都不是知道 它的含义是什么 是当你是浪浪上口 常常念着背着 你慢慢日后 你会知道了 它的经里面的含义 那就是将它里面的含义 再灌输在你的人生里面 是一件很大的好事 希望那些年轻人能够听多一些这些歌 那就是对他日后 他做人的方法 这些方式 是对社会是好的 嗯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邀请更多的 不同的专业人士 歌手 和音乐人 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音乐《道德经》的过程 或者他们对它里面的感受 如果各位观众想知道多一点的话 记住留意我们香港如式导演的网站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在这里要请各位观众讲一声 哭愁